哈喽我的小可爱们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 变美小方法来咯 大家看剧的时候 是不是听过 睡美容觉这个说法呢 其实这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哦 睡觉睡得好 确实会让人状态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睡够时间 成年人一般是需要 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那我平时有时间的情况下 都会保证这样的睡眠质量 但是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到了时间却睡不着觉 跟大家分享一个穴位 耳垂的下面一直到脖子 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耳眠穴 大概是这里 睡前在这两边各按五十下 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的 第二个呢 就是睡眠的姿势非常重要 最近分享了一个枕头的 它那个枕头呢 两边都有侧睡的孔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里和这里躺起来 这个地方是镂空的 所以侧睡的时候呢 不会这样挤压到我们的脸 那有一些小可爱呢 是喜欢趴着睡的 这个是我非常不建议的 因为你趴着睡 首先你的这个颈椎呢 是会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扭转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脸会比侧趴压的更加的严重 所以如果能够平躺 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习惯 但是呢 平躺有的时候 会容易引起你的嘴巴呼吸 在你不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可以买一个专门粘在嘴巴上的贴纸 把它贴上 最后一点呢 就是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关灯睡觉 如果你想要白天睡觉呢 也可以让周围的环境灰暗一些 因为睡觉的时候 大脑会分泌退黑素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 和促进修护的 有光的时候 是会影响退黑素的分泌 所以睡觉的时候就尽量拉上窗帘 还记得要把身边的灯关掉哦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都可以边睡边美哦